所以英语它不是一向学科了 它已经变成一种带着走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只说我会说英文 但是不要忘记语文 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 除了语文之外 我们去如何地融入到文化里面 我们如何把话说得更道理 也就从发音 从腔调 我们如何去融入 更重要的 我们在用文的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叫做 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想法 直笔测验真的不是英文的主流 那是台湾 某种很特别的一项产生 它真的抹杀了学语文的乐趣 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做一个离奇 我们今天学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大家去更了解 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 也希望大家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 英文绝对是一种能力 它绝对不是一颗曲 我们希望今年的英文学校 我们将来能够走遍选世界 不需要 不穷不用怕 好好的 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过场观点的一天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来到学校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学习 我们是以热吹热烈的掌声 来表示我们的气力 主要 manual打Assad 早上 能够回来 来 早上 5 5 三个女生 有没有活生的 三个女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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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